藉由独特的创意带您来欣赏书法家呈现的心经作品 书法家软位序的书法作品心经 佛法讲究破执着到彼岸 自在与智慧 凡是超录者都要用心去悟 个人的产产心得都会不一样 在不断重复抄写的过程中 经典的意义会慢慢的自动浮现 针对一个写书法的人来讲 你不写心经 那你根本好像又觉得你少了一部分 这是写书法人最喜爱写的一个题材 这里面好像看起来字都是一样 可是仔细一看的话 字好像还有变化 这一点就是我们写书法人最重要的一点 最强调一点就是说要讲究变化 在规矩当中讲究变化 比如说虽然是每一个无字 这么多无字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你看他的表现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书法的基本的表现的原则 当然我们不但要把心经写好 同时也写这个有意义的内容 同时要把它以书法的观点 把它写成一幅比较有美感的 这样的一幅作品 作品当中每个字体整齐划一 细细一看会发现这幅心经里面 无那个字 每个都是用不一样的形式来表现 带给人惊喜的感受 在作品当中展现独有的创意理念 史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